小姬立委這一帳 2024國民黨這次士氣如虹 15個激戰區有辦法搶下幾席 好 居上哥還有報新聞觀眾朋友 今天看到永遠老師這個說法 我比較能理解 我昨天看到的有一個說法是30席 我剩下了 那就啦 30席是怎麼選 目前在立法院民進黨是63席 所以63席你算一下 如果少掉15區的話 居上哥會變多少 就不到50 57是過半 但連50都不到 那民進黨在立法院就不會是最多黨 因為現在看起來 國民黨級可能超過50席 這個數字我都可以跟他清楚大家講 那游英龍的董事長 他有他自己的這個 之前他有個民調機構 他可能他的判斷方式 可是呢 他今天所點出的這15席 每一個都有一句 看了以後我都點頭表示認同 這15區就是我講的 S級或SS級的 在1萬票以內 5000票以內 3000票以內的激戰區 首先來看 台中的蔡壁如 觀眾朋友 我告訴你 蔡壁如還在我15席以外 因為更危險的絕對不是蔡壁如 因為畢竟我們就事論事 蔡其昌再怎麼樣 他是現在立法院的副院長 是新潮流中流的掌門人 立錦翔全部都在幫他的 所以你要知道 蔡碧如他現在目前 跟蔡其昌兩個人雙菜對決 這一區國民黨沒有提人 而蔡碧如一秒鐘變成 盧系立委 被盧秀燕在挺的 然後旁邊剛剛看的有誰 有李梅真 有郭雄 有鄭麗雯 有盧秀燕 所以南北中 藍營大川姐都在幫蔡碧如 所以表示國民黨 許舒嬅也來 他是南投 很希望這一席能夠打敗 民進黨在中台灣的一個精神標杆 就是蔡其昌把他打下來 所以蔡碧如在大甲 在這個很多地方 他造出活動都可以看到 國民黨的這些大佬的聲音 不要忘記了 俊江哥 胡志祥以前是老台中市長 他也幫蔡碧如 他們這些人都比克文哲 去了還更多 到底蔡碧如是什麼 民眾黨 但是問題是 藍白河就在這裡 但你要知道蔡碧如這一區 現在看起來 國民黨的朱立倫 跟民眾黨的柯文哲 完全沒有在這區 有任何的言語上面的 爭鋒相對 他們只有一個目標 拼看看 看可不可以贏過 在地方非常強的蔡其昌 因為蔡其昌真的強 上次選票都已經開過六成 這種狀況之下 蔡碧如成為全台觀察的一個model 那除了蔡碧如之外 大家知道 因為蔡碧如如果贏了 俊江哥你知道會怎麼樣嗎 會怎麼樣 現在台中目前 八席的立委當中 國民黨其實只有兩席而已 我再講一次喔 八席只有兩席 那就只有蔡其成的楊瓊英 顏寬恆沒有贏 然後呢 盧秀燕的本命區 台中第五選區 上次讓省智慧選 輸給了莊敬成 這一次給你好好吃訓 對不對 馬上全力支持 盧秀燕 他力挺的現任的是一位 叫黃建豪 第五選區 所以黃建豪現在看起來 他的這個 整個狀況也很有自信 他可以贏 所以包含了 我剛剛所講的 現任的兩個 江啟成的楊瓊英 他們是現任的 他們認為他們會贏 顏寬可能要王子復仇 我已經輸兩次 再輸第三次嗎 還有黃建豪 他就世襲了 對不對 八區就已經四個了 另外還有羅廷偉 還有這個 就是林嘉欣 以及這兩天在講那個 就是那個高端有沒有 廖偉翔 所以加起來 就已經這七個人 無限都把他頂上去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回過頭來 那個民進黨 就很可能掉到50系以下 再來你要知道 在這一個 蔡其昌這個點 因為他是新潮流 那我問俊江哥 還有觀眾朋友 現在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是誰 賴清德 什麼流 新潮流 新潮流 北流 中流 南流 哪裡跟你拼不來的 中流砥柱 所以賴清德 也就常常常去幫蔡其昌 其實蔡其昌可能認為自己在地方 他是立法院的副院長 他不是一般立委 他也選過台中市市長 真的有可能被這個 蔡壁如來以後就踢翻嗎 所以這一區 現在目前民進黨也是重兵下去 那你要知道 我剛剛所講的這些分析之外 你要知道選舉的時候 總統局之外 立委73個選區 各自其出了立法委員之外 誰幫你站台也很重要 所以第一個 三個主要的這個主帥 侯友宜 賴清德 跟這個柯文哲 來了以後 幫助我嘛 再來是什麼 演藝人員 演藝人員其實才是 街頭巷尾 阿桑說 哎呦 那個立委什麼名字 叫不出來 電視我看得到 這個我認識 藝人 李羅 對不對 李羅這幫誰 他這幫吳其民 是 吳其民在現在土城 看起來也是 對不對 非常的緊繃的狀況之下的時候 有立人 立人跑出來 我跟大家講 今天沒跟你亂講 立人在掃街的時候 上來握手的人特別多 會不會投票 我不敢講 但人氣就忘了 這種狀況 土城有 高雄也有 黃姐找了事 有沒有 波比波比的 王彩華嘛 所以到處都會找人來 那這就是選舉上面 要一個熱鬧 一個人氣 才有可能聚集選票 那當然選舉公報上面 大家會講說 我今天來選立法委員 我的證件一二三 那現在目前 我剛剛講這些區 15區當中 還有一區 台北市的 內湖南港的 高家瑜 因為他還有吳星戴 所以範例等於有兩席 李燕銷上輸八千 但如果賴清德當選的話 那今天賴清德當選 沒有辦法像蔡英文 贏那麼多 那自然你在 高家瑜的港湖區 就危險嘛 所以高家瑜 現在只有怎麼樣 旺季無心帶 全力都打李燕銷 不但打 打到你看得懂 乾脆來個超級比一比 有沒有 他的證件當中 有講到 他左邊是高家瑜 右邊是李燕銷 有沒有 我們的資歷怎麼樣 他是政治家族 我不是 我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平凡老百姓 他的提案多少 我比他多 他的服務多少 我比他好 所以就用超級比一比 來對顯出 他跟李燕銷的差別 好 旺哲 是 永永老師說的 這一次 民進黨可能會丟失 失了十五席基站的 這個地方最差的情境 你怎麼看 是啊 如果連 永永老師都這樣講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現在立委選情 藍綠對決的很緊繃 那很緊繃的時候 其中一個觀察區 叫做蔡其商選區 如果連蔡其商 最後都輸的話 那代表什麼意思 中台灣可能 民進黨就淪陷了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你看到 蔡皮如跟盧秀燕同台的時候 不斷不斷用滴水穿石法 石頭慢慢就打出 快一個洞出來 你知道嗎 那盧秀燕他 我之前有講過說 他有個外溢效應 就是他不管到任何縣市 他都是有光環的 這叫外溢效應 那可是你相對來說 像民進黨看起來 他的政治民心 如果要去站台的話 這個外溢效應 似乎不太明顯 所以他們選擇什麼 選擇像藝人來站台 用藝人來代替 黨內的天王明星來站台 對於民進黨來說 這個效應更大 你看民進黨 他其實有執政縣市首長 但是執政縣市首長 他們去站立委的台的時候 光環有比藝人大嗎 看起來話題也沒有 所以他找像王彩華 或是李羅這樣的方式 來代替黨內的天王 那如果這個樣子可以呈喚 代表什麼意思 黨內的天王的心度 已經不如以往 甚至他魅力程度 已經不如以往 代表可能民進黨的執政缺失 可能影響到 他們縣市首長的一個影響力 可是相對而言 國民黨不是只有盧秀燕 國民黨還有蔣萬安 甚至還有許淑華 他們這些人都可以到外地去服選 那到外地服選的時候 同樣造成非常大的效應 這就是在民進黨身上 是比較少看到 所以尤雲老師說 如果連蔡奇桑這種黨內天王 他在選區都出現危機的話 那相對而言 在藍綠緊繃的選區 其他民進黨立委 可能會非常危險 好 我們給大家看到是 昨天晚上大家在熱議的 這一支影片 小英總統跟賴蕭 在路上的廣告 最後把鑰匙交給你們囉 你們一定會開得比我更好 剩下不到10天了 不管什麼牌 就不如小英牌好用啊 還有一張牌 也是萬用不利就是抹紅牌 昨天晚上網路居然出現了 英系大將羅志正 疑似被偷拍的影片 真真假假我們扯不清 但他決定提告自清 而且賴清德一口咬定 又是中國界選 欸 這一項都不知道 就中國界選啊 俊安哥你知道 暑期搶檔電影 最怕遇到什麼事情 怕什麼 撞檔 撞檔 哇 完蛋了 原本想說 轟動無靈嚇動辦公的 在路上終於要上路了 而且全台聯播對不對 不只是賴清德的YT 蔡英文的YT 蕭美琴的YT 然後什麼三立民視 年代一件事 隨便 反正全台大聯播 這算是這麼 本期最強檔嘛 就不好意思 剛好遇到羅志正 也鬧出所謂的疑似 性愛影片風波 他說是D-bag 但兩檔撞檔啊 那該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現在繼續帶你來介紹 在路上 而這個影片的開頭呢 就是由蔡英文開著車 他的意義呢 就是要交棒給賴清德 甚至呢 把這個鑰匙 直接給賴清德說 就交給你們囉 以後 你們開會更好 結果各位 我們仔細看這個 短短四五分鐘的影片 結果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蔡英文有沒有稱讚賴清德 他說 哎呦 你很兇喔 因為賴清德問他嘛 說這個蔡總統 你對我的印象是什麼 我其實一直很想問你 他說 你很壞喔 你壓扁看起來更壞喔 就只有這句話 沒了 反而是賴清德 不斷的在說 喔小年開車開得很穩 對不對 小年頂多說 有啦有啦 你在旁邊幫我顧著呢 我才可以開得這麼穩 勉強稱讚他一下 而唯一句就是賴清德 還跟蔡英文講說 哎呀 你挑副手的眼光真的不錯喔 我心想說 蔡英文當年 不就是因為蔡賴之爭 為了黨內和平才挑你了吧 這是被迫吧 人家也不是很想吧 但沒關係 反正總之 這部影片 就是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因歸我賴會隨 但是發布的時間 好巧不巧 一般來講 最怕電影發布 遇到醜聞 結果 發布這部影片 遇到什麼事情 賴清德講中華民國災難說 元旦當天 蔡英文還召開記者會 幫她做什麼 插屁股 說沒有啦沒有啦 我總統本來就是本於 中華民國憲法以及兩岸的民關係條例 相關法律 來遂行兩岸事務的處理 對不對 這等同是打臉賴清德嘛 最後他才補一句說 又啦又啦 賴清德跟我是一樣的 但講白了 裡面講的再三強調 賴清德能遵行蔡英文路線 賴清德能夠讓人安心 賴清德理念跟蔡英文一致 但如今真的安得了心嗎 連蔡英文到1月1號還要幫她散後 但如果520真的給賴清德當選 是誰來處理 好在路上結果遇到了不巧 說巧不巧的壯黨旗 就是羅志正昨天深夜 在網路上炸鍋的這個真假難辨 有人說是生畏技術 有人說這個提告才能知道真相 這部片子到底是怎麼被丟在網路上的 真的還是假的 首先我們來幫羅志正做一個平衡一下 因為這個兩邊我們都要講 第一個是由壹傳媒 各位不是以前的壹平新網的壹傳媒 是原本叫壹傳媒 而後來為宣長有所有他的總編輯 叫做曲美鳳 這個你就很熟悉了 曲美鳳則是控告說 透過媒體報導指設說 包括這個影片 現在流傳在外國網站上 外國的成人網站上 這個叫做自拍 所以賴清德能質疑說 你作為一個候選人 你應該說清楚講明白 到底這個影片是怎麼回事 什麼狀況 結果羅志正呢 則是提了五點聲明 其中呢 最重要的第一點 他強調這個影片 是由所謂的D-Fake 就是深度衛造技術所做成的 所以不是他本人 第二他說這是中共界選 來自大陸的境外勢力 企圖要影響選情 所以他呼籲說 大家不要再去傳這個片子喔 否則我就會提告 但各位我講坦白的 第一個中共界選你有沒有證據 因為我們今天要等於說 指控這件事情 你要非常明白喔 你要來語言他的IP 或者說他的影片 他的技術 或者說他到底是不是 真的是由中共所提供的 你有沒有證據 你才可以指控人家嘛 對不對 再來你說要影響選情 所以這邊呢 雙邊已經變成鬧成羅生門 而羅自證現在未來 就當然要自證他清白 但我補充各位一個小嘗試 你看到蔡英文這個影片的時候 這個才是真正的D-Fake 為什麼 因為你會擔心說 總統副總統怎麼開車在路上亂跑 還拍攝一邊開車一邊講話 會不會有違安疑慮 會不會有駕駛安全 沒有啦 通通都在攝影棚裡面製作的 所以包包的背景 只有車子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對白內容 蔡賴和諧也是假的 好不好 所以現在羅自證 反而要開始證明 我的影片 跟蔡英文跟賴清德的對話一樣 都是假的 好 剛剛提到了 真真假假 連真相都不知道 立刻吸反應 就說這個是中共界選 我們就問了 剩下十天不到 是不是最好兩張牌 要嘛小英牌 要嘛搶救賴消選情 就剩抹紅牌了呢 對 沒有錯 現在因為各位講到 現在不管什麼事情 因為連賴清德都上了羅自證這台車 賴清德說 對 我相信 這個東西真的是 羅自證說 他說是深度衛造 這個絕對是中國大陸界選 但你以為只有這樣嗎 沒有耶 從2020年開始之後 民進黨發現說 反送中 中國大陸因素 反正只要提到 阿強了 我的票很好算 很好賺的 你看喔 2020年 有沒有中共界選的案件 那時候民進黨跟你講 沒有 2024年變85件 150人設案 王國桿 芒果乾 越賣越開心 現在就連藝人都躺著了中槍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央視呢 各位集結了兩岸 三十多位明星 合唱一首歌 叫做明天會更好 坦白講 這歌還好 沒有涉及到什麼統戰的意涵 但吳思瑤不滿意 吳思瑤不開心 吳思瑤跟你講 這個叫做 認知作戰 公然界選 我不知道吳思瑤有沒有看跨年活動 跨年活動 不管是蔡依林 不管是一堆台灣的巨星大咖 你跑到對岸去表演啊 難不成 他們也在認知作戰嗎 好 培訓我們看到 強黨撞棋 這是最大的機會 本來想大大加分 結果 羅志證 昨天晚上真假難辨的 他說是defake的這個影片 會不會反而大大復分了呢 而且 妙就妙在這個 媒體揭露羅志證影片的時間 剛好比蔡英文的 又稍微早了一點 所以當蔡英文 那個有 網路上的轉帆 罐頭訊息說 我想請大家 一起來看這影片 不知道下面連結 到底放的是什麼影片 點擊就OK 就是他們剛剛這個 駕車的影片 裡面其實我看到一句 突然笑出來 因為賴清德就 煽情狂狂狂 去看蔡英文說 其實我一直想要問你 那裡面實在太好哭手了 一直想要問問題 花多少錢招網軍 你知道這輛車四年前 就應該是我在開的嗎 我幫他想了好多好多對白 你知道 這個開車的影片 出來之後 基本上綠營的這個支持者 就是他們的基本 基本選民 基本盤是普遍讚好 從這個兩個人 三個人的互動 真情流露 然後到說拍攝手法 電影水準 連劇本都說很讚很讚 但是這個影片 剛好就跟羅志證的 同一天晚上出來 所以昨天晚上大家都在看 這兩段交叉在談 但是我覺得羅志證的這個反應呢 意外也不意外 不意外的部分是 他其實也沒有更好的選擇 今天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還在討論說 其實從過去的幾個前車之間 不管你是承認或否認 大概都對選情難拖的影響 那如果你承認還是會影響 那不如徹底的否認 就算就算萬不幸 後來看賭賭看嘛 就看這個爆料的媒體 有沒有後續更多的證據 如果十天之內又只剩十天 提不出來更進一步的證據 那他就過關 事情的真或假不重要 有沒有撐過這關鍵的十天 還有媒體手上還有多少料 才是關鍵 所以他只要賭一把 十天之內沒有更多的料 他就安全了 那十天之後假設才出來 那抱歉我已經當選了 已經選完了 那這個桃色糾紛跟選舉之間 對官司訴訟都是兩回事 所以他顯然已經鎖定了這樣的事件 不過他講的理由 能不能被民眾所信服 我覺得這倒是另外一個思考的方向 因為從過去這段時間 戒選兩個字已經聽到弄了 不管是五月天的事件 也在戒選 然後賭盤 把這個公訴站設在對岸 也叫戒選 每一件事情都是阿公阿姨廟 那從這個國家大事 然後到自己個人的桃色緋聞 可能疑雲啦 都用同一個理由去解套 我覺得戒選這四個字 應該沒有中國戒選 四個字沒有這麼好用 所以羅志誠自己要去評估 這十天之內 這一張民進黨的免洗牌 免洗快 能不能讓他安然脫身 特別是結合他過去2017年 曾經發生過的部分事實 所以就看這個板橋選民 怎麼去做選擇 好 後製你怎麼看 昨天晚上的這個羅志誠效應 我覺得他是不是Defact 當然沒有人可以去證明 但是問題是 合理來講你第一時間 應該要講的是說 是我對手做的啊 怎麼會講是對岸做的呢 那很怪嘛 因為你是跟那個 你是跟誰在選舉 你跟葉原資在選舉 你怎麼會 這一定葉原資幹的 你怎麼會講說是對岸幹的 我覺得這個做法很奇怪啦 就是中共真的有這麼好用嗎 然後你現在的狀況是說 什麼都是戒選 然後你 包括我講里長 你現在來講 你碰到戒選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是你身為國家領導人 你應該要拿出一套 執政黨你要拿出一套辦法說 我們來對抗中共戒選 我們以後這種事情不會再發生 對 而不是說我都 我找自己人來督小 你們這些去跟大陸一起唱 明天就更好的 你們就是 就是跟 中共同路人 對 就跟中共一起來戒選 你們這些里長每個都戒選 那你拿出一套對抗的辦法 而不是在自己內部找敵人 你回頭去看看 過去最近的時間辦了這麼多個 他們生涯最後有幾個準的 法院通通都不同意嘛 法院認為你證據不足嘛 你證據不足 你檢方應該要回頭去想 是不是 我有沒有侵害到 我有沒有不當侵害到 那個人民的人權 結果不是 第一時間就來講說 這個是 這個是作為矚目案件 你們每個都要去抗告 就是你剪掉不能夠變成說 你變成是 執政黨的筷子 執政黨的隨護 把刀架在這些里長坡上 你們通通都不要動 執政黨選舉人通通不可以動 我覺得這個做法是非常惡劣 而且一定會引起反彈 再過十天 一絕高下 建平帶我們來看到 能不能完成政黨輪替 兩件事來決定它 第一個 年輕人投票率 第二 就是選票能不能集中 侯友也喊出了 集中選票支持侯康 投會贏的 柯文哲就是下達動員令 要年輕人 衝出85%的投票率 他才能勝選 85% 觀眾朋友 那有多難啊 真的能催得出 這麼多年輕人 清朝而出嗎 最近一次 我們唯一有印象 就是上一次 四年前的蔡英文 對比一下 柯文哲 真有底氣跟贏面嗎 這是令人懷疑 不過柯文哲跟黃國昌 還有黃珊珊 你看到民眾黨 從上到下 就不斷地鼓吹要貫徹執行 柯P的五五計劃 什麼五五計劃呢 就是每天花五分鐘的時間 打電話給你的長輩 爸爸媽媽阿公阿爸 爺爺奶奶都可以 然後關心問候他 接著就幫柯P拉票 那一定要貫徹執行 這是柯P講的 然後黃國昌跟黃珊珊 也幫旁邊交編谷說 一定要幫忙 趕快幫柯P 目的就是在於說 因為柯P的年輕人的支持度 算是比較高嘛 但是年輕人的投票動力 也往往是一個大質疑 像今天天氣不好 年輕人一般都是 如果那天天氣不好 我可能就睡一覺或睡過頭 或是我就去郊遊了 或是昨天唱歌唱得太晚了 喝太多了 今天早上可能起不來 都有可能 我講的是變數 所以柯P和民眾黨 他們就希望說 一定要把年輕人的投票率 不敢說一定要吹到百分之百 但是八成五可以吧 如果年輕人的投票的動力 有八成五投票率的話 喔 那這樣子就OK 就大丈夫 等一下 一般我們傳統理解 投票行為的投票部隊是 中壯年 中老年的這一群 相對穩定 如果說暗算這個 我們還會暗算 問題是 你去重壓這個最難測 最飄忽不定的年輕人 還要求他們大家來幫忙休聽 衝出85% 多難啊 就像我跟你講啊 2016年跟2020年齁 這兩次大選 民進黨都鼓吹青年返鄉投票 尤其是2020年 那一次還有反送中 香港反送中 這個氛圍 激起辣台妹 然後全台灣年輕人 一定要投辣台妹 一定要幫我們這個年輕人發聲 結果那時候從南到北 還有什麼高鐵家開班 你記不記得嗎 然後年輕人 當然是投票率就很踴躍 但是 那時候2016跟2020 尤其是2020這樣吹下去 年輕人投票率 也不過七成到七成五上下 這個對比就很清楚了 你這樣對比蔡英文最強的時候 817萬 辣台妹 年輕人那麼擁護 也不過七成到七成五 對 你柯P 今年沒有高鐵家開班次反鄉投票 也沒有 所以你看我昨天都講過 民進黨沒有想要推這個年輕人反鄉投票 因為他們就怕便宜的柯P 所以今年不特別宣傳 今年拍了很多 包括跟蔡英文一起開車和賴清德 但是就是不講年輕人要不要反鄉投票 所以我問你喔 你現在提到的是民進黨 賴清德綠營的想法 我不能再鼓吹年輕人反鄉投票 怕便宜了柯P 然後 今天侯友宜登高一呼 集中選票 也在對柯P的柯粉喊話 所以 藍綠得票 都取決於柯P耶 是 他一個人的走向 的確會影響到這個藍綠 這也是日本學者 小麗媛心信 他有提到的說 目前的狀況 民進黨賴清德領先 那這個國民黨這個侯友宜落後一些 然後這個民眾黨的柯文哲 再稍落後一些 所以柯的狀況會影響到 賴跟侯兩個人的得票 當然也會衝擊到不分區立委的席次 好 倒數十天了 是 旺哲你怎麼看 氣保或者是選票集中有這個條件嗎 會發生嗎 是 大家都覺得說柯文哲的年輕族群很鐵很厚 可是大家有發現一個事實嗎 最近在滴卡 滴卡其實年輕人很多 但是現在滴卡慢慢出現有一種 大家討論氣保效應的情況 他說 年輕人真的應該認真思考一下 氣科保猴了吧 為什麼他會這麼想 其實有幾個蠻簡單的理由 他們認為說 國民黨他們是有基本盤的 那柯文哲如果沒選上的話 未來會不會被民進黨清算 他們在想這個 因為我們看到 從辯論會來上來看的話 柯文哲在幹嘛 他劍指民進黨 那民進黨是最喜歡記仇的 民進黨如果對柯文哲要進行清算的話 阿伯接下來可能政治生涯就沒了 那如果國民黨如果選上的話 對阿伯未來說不只有聯合政府的可能 可能未來對柯文哲 甚至民眾黨的發展 或許還有一條路可以走 所以像年輕人他們都在想說 他們主要是想說政黨問題 為什麼阿伯的支持者會這麼鐵 主要是說他們不喜歡民進黨 對過去的八年民進黨的執政 有感到厭煩了 但現在這些年輕人也在思考說 如果不能夠下架民進黨的話 那這些八年我們在抱怨什麼呢 他們就慢慢思考這條路 所以明明看起來 年輕人也慢慢在想說 要不要開始做一些氣保動作 那會發生不知道 但是開始有人有這樣的想法 好 所以靖平你回過頭來 剩下十天 柯文哲還怎麼可以有什麼方法 想方設法都說沒什麼台可以 站的情況之下怎麼把聲量拉高 我怎麼會被氣保氣掉啊 沒錯 除了要這個 防止這樣一個效應發生 他就是開始跟藍綠一樣 車堆大掃街 然後走回路站 那你看到這個柯文哲和這個 吳欣營他們開始在新莊地區啊 車堆大掃街 結果他說 因為有記者問他 這個侯友宜和他們這個 車堆掃街的時候 把這個防彈玻璃啊 他的高度稍微降下來了 那柯文哲就說 這個就是政治干預為憨專業嘛 你看看有些人就是這樣 我是很不喜歡這樣啦 這個就尊重專業就好了嘛 去酸侯友宜 結果沒想到呢 他從西裝總部出發沒多久了 才開不到這個幾分鐘 接下來他的這個防彈玻璃也降下來 那你不是跟侯友宜一樣嗎 不是跟侯友宜一樣嗎 就是因為專業 他說尊重國安專業 因為有反光 他問過專業了 所以他降玻璃 這不是兩套標準 除了你剛剛講跟侯友宜一樣 那你剛才就不要說他沒案 對 那你也不搞清楚人家侯友宜 為什麼會降下來 搞不好也是國安單位說降下來 那你還不是一樣 那你現在又在批評又在酸侯友宜 所以他一定要穩住他的藍綠開工的特質 左酸侯友宜又打賴清德 然後建立自己牢固的這個本票盤 但是呢 你看他這個事情就算了 他還回到新竹的這個本命區 因為畢竟他的老家在新竹市啊 你看到他 跟他這個回去的時候 旁邊的是誰 他妹妹柯美蘭 柯美蘭雖然有民眾黨的黨籍 但是他這次在新竹市是用五黨籍駐選 不要忘記新竹市長高宏安是挺國民黨的候選人 所以他回到了這個池雲夜市去掃街 來的這個粉絲很多 要跟他合拍啦 就待了這個八十分鐘 是拍好拍滿 但是民眾黨的其他小雞看了會不會心很痠 柯美蘭沒有用民眾黨的這個民意提名參選 你都把資源或者是把時間都留給了柯美蘭 那其他的這個民眾黨的小雞 那你要不要去用同等的待遇去幫他們啊 好一休這就是關鍵了 昨天我們才講到 民眾黨又興起新一波的退黨潮 那個攻擊發起的那個黨員他說什麼 我就是不爽 怎麼整個黨的資源在你柯文哲身上 結果你居然去挺一個無黨籍的柯美蘭 只因為他是你妹妹 他才不管你 他就繼續去挺柯美蘭 你怎麼看 這個顏色就直接貼上民眾黨的顏色就好了 也不要那麼假掰 其實剛才晉明跟你講到一個關鍵 因為高宏安是藍白河的經典產物嘛 那高宏安本來是強力阻擋的 為什麼高宏安在新竹市黨部是做主委 而且他在決策委員裡面也是個委員 但問題是高宏安因為Jack裡中庭案的時候 結果被停權了 他一停權之後馬上趁虛而入 不過因為這個整個流程 如果還要硬改的話很難看 所以最後權衡之下 柯P就說那我反對 可是大家知道這個矛盾點在哪裡 他們嘴巴上說反對 但是問題是柯美蘭說 哥哥反對沒關係 我不退黨但我還是要參選 結果他一參選之後 哥哥又不反對了 你看喔世事大會在新竹那一場 柯美蘭也上去了 所以現在為什麼民眾黨裡面 黨情洶洶啊 因為裡面的人覺得莫名其妙 你這個你自己說不要讓柯美蘭選的 結果柯美蘭說要選 結果你又同意 這大家覺得莫名其妙 更扯的是什麼 大家還記得我昨天還講了蔡壁如 有沒有 蔡壁如得不到柯文哲的水清 他柯文哲不去幫他站台 因為說你我們輸的啦 對不對 本來蔡其昌我們全國最關平 你在那裡要做什麼 我當然幫柯美蘭 可是我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圖 這次新竹是大亂鬥 本來呢 如果說民眾黨不提的話 他還可以暗挺誰 還可以暗挺時代力量求選之 對不對 所以呢 今天大家覺得很莫名其妙 更好玩的是什麼 柯美蘭他也有農地爭議 大家已經說 新政治不要草地皮 結果柯美蘭很生氣說 我告訴你我農地沒事 我特別跑去那邊直播還在那邊自拍 講了一大堆 結果尷尬了 就大家說 那你柯美蘭到底去那邊幹嘛 你本來不講那個農地 現在變成了此地無銀三百兩 所以我說真的 這個柯文哲對柯美蘭這一局 我真的是看都沒有啦 所以最後還是講 其實現在柯文哲 有一點在做敗戰處理了 為什麼 因為他寫了一個公開信給藍營 但我最近也解釋了 其實那個信不是給國民黨看的 因為國民黨沒有看求真民調 他是講給民眾看的 他意思是怎樣 我要保存元氣 保存元氣 四年後還有機會再戰 大家不要離開 大家不要離開 我不要瘋疊20% 我繼續當黨主席 所以呢 現在真的要下架民進黨 只有四個字 集中選票 到你來自從哪兒 都會被拆移 說得到 從我來自從無處 這都會被拆移 從來自從那兒